以色列升级对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 近一步在全球掀起了更激烈的抗议声浪 星期天 几百名亲巴勒斯坦的示威者 强行闯入俄罗斯达吉斯坦的 马哈齐卡拉机场停机坪上 试图寻找以色列和犹太人 一度瘫痪了当地的航班 另外 加拿大也有上百名的抗议者 走上了多伦多的街头 发起反战游行 促请加拿大和美国停止援助以色列 高喊真主伟大 达吉斯坦几百名亲巴勒斯坦示威者 直接转破马哈齐卡拉机场的大门 冲入大厅内尝试寻找犹太人 整座机场顿时陷入了一片混乱 示威者拿着巴勒斯坦旗帜 高喊反以色列口号 见门就开 期间大批示威者更突破了安检 跑到停机坪上 导致机场被迫暂时关闭 航班航线也受到了影响 去了解达吉斯坦是位于俄罗斯的自治区 当地多数民众都是穆斯林 达吉斯坦元首梅利克夫 随后也谴责示威者的猖狂行径 并表示会严惩不待 当地卫生部门指出 大约有20人在这起事件中受伤 而远在北美洲的加拿大 也同样抗疫声浪不断 星期天上百名示威者走上多伦多街头 要求以色列立刻停火 声援加沙百姓 发起反战游行的 是多伦多巴勒斯坦青年运动组织 示威者随后聚集在美国总领事馆外 抨击加拿大和美国政府支持 和默许以色列对加沙百姓的种族灭绝 这场示威除了有不少穆斯林参与 就连犹太人也加入其中 反对以色列军队滥杀加沙百姓 来自独立犹太之声组织的抗疫者指出 犹太人都是经历过纳粹大屠杀的过来人 他们希望以色列政府能以过往的遭遇为鉴 别把自身的惨痛经历施加在别人身上 我们正在这里为了群人 来与巴勒斯坦青年人 要求正确的爆炸 要求以色列给人家的援助 他们只能带入恶心的80车 结束了战争 结束了战争 在过去几天世界多国 包括美国和英国在内的抗疫者 都纷纷要求以色列停火放行 人道援助进入加沙地带 不过以色列却无动于衷 还在星期天宣布进入战争新阶段 表明要进一步围堵加沙 并准备扩大对加沙的地命攻击 拍摄打措断 表明要进入战争新阶段 为了民族的军事 本集见到 在这边选择 它们就像 讲到 北百万多国 都过了一位 用这部里争新阶段 不过来 表明炸